每次讲到台海战争 很多台湾人可能会觉得 战争离我们好遥远 但是中东这边就不一样了 战争是时常在发生 像在上半年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就冲突不断 巴勒斯坦这边又射击了 千枚的火箭弹 以色列这边也予以反击 猛攻攻袭了加萨这里 那已经造成了上百人 在冲突中死伤了 但大家更好奇的是说 都知道中东是一个火药库 但为什么他们战活又起 其实还是要说到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之间的百年恩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当时英国战胜 就希望帮犹太人来建立一个民族家园 不过在这块土地上面 还有阿拉伯人 所以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间 就爆发了很多次的冲突 一直到1948年 以色列干脆自己独立 所以有个独立战争 但是跟阿拉伯之间 还是不断的有冲突 在1967年就爆发了第三次的中东战争 虽然美国的前总统川普 在任内的时候制定了一项和平计划 但是巴勒斯坦非常不买单 驳斥说根本就是偏袒以色列 导致这个计划完全没有进行 那到底这边有什么样子的情形 其实还是在巴勒斯坦的难民 西岸的犹太人占领 或是共享耶路撒冷 建立并存国等等的议题上面 不断的在争辩 其实简单来说 还是在领土的冲突上面问题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 我愿意 高拉